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张女士和刘先生 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的诉求就是 希望丈夫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承认自己也有错 如果能改更好 不能改的话 态度好一点就可以 你说要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问题是指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俩每次吵架 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错误 是说每件事情都这样 还是说在某些方面就会这样 基本上每次吵架 任何事情上 他从来没认为自己有问题过 第二点就是 希望我们在养育女儿的这个 漫长的过程当中 在经济方面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其实我遇见我爱人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认为 遇见了一个天使 还有一个女王 我当初是这样叫她的 她的这种 一个是温柔 善良 然后特别的单纯 正能量的 还有这种 就是任何的一切 我就认为特别特别好 那女王又是指什么 就是我就是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就是什么都愿意给她做 就是我对我爱人 当初也特别满意 包括她后来其实发一些小脾气 我还是能容忍的 但是她每次后来就说到 这个分手离婚啊 然后这个 然后赶我走 这种事情 我就越来越 我认为就成了玩闹了 我认为我爱人 她有一个这个 公主病的这种情节 而我呢 就是她说的 可能是有一个 这个直男癌晚期这种 你们互相看自己呢 会觉得自己 比如说我可能是有点公主病 我可能确实有直男 过于直男的地方 你们会这么看自己吗 我有想当公主的这个梦想 但是我从不认为 我自己有公主病 想当公主是想让人心疼 想让人宠你 你所说的她有直男癌 是指什么 就是每当我有情绪的时候 我明明知道 我已经情绪表达出来了的时候 她不是来安抚我的情绪 而是顺着就是往上抬杠 一开场 夫妻双方就给出了 对对方的评价 在张女士看来 丈夫刘先生就是个 有错不认 又不解风情的直男 而在刘先生看来 妻子张女士 就是一个爱作的公主 可张女士 对于丈夫给出的评价 是不认同的 她告诉我们 她的作都是 丈夫直接引起的 就在她怀孕一个月的时候 丈夫在情感上 似乎有了转移 可对这事 丈夫却还理直气壮 我就无意中就看她的手机 手机上面呢 就是这样说的 我在洗澡呢 我正在洗澡呢 我一会儿马上就下来 她和别人的对话是吗 对话 这个对话 我知道是她的那个情人的 什么叫做情人 怎么定义这个情人 跟她的前妻 没离婚之前 她之前就有一个情人 后来就是离了婚之后 这个情人断了 那就是前女友咯 在她眼里 她应该说是前朋友了 但是在我认为 你已经当过情人的 你现在继续联系 那就还是情人 就是这个事情 我发现之后 我觉得她应该向我道歉 因为当时我没有发火 我说你 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 你应该有个态度 但是她很理直气壮地说 我是找她办事 我们世界之间什么都没有 我说我也承认你们之间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这个事情办得就不好 你应该有一个态度 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就是说 比如说老婆 你这个事情没有提起 跟你沟通 对不起 就这样一句话 我就够了 但是她的 她都非常的恶劣 接下来以后就更爆发了 到下午了 以后就在电影院 我就把她的眼镜 摘下来了 握在手里头 我想让她还向我解释一下 哪怕是道个歉都可以 事情没解决 对吧 对 没解决 怎么就两个人去看电影 电影是之前就定好了 所以带着还没有化解的情绪 做到了电影院里 对 我想让她在看电影之前就解决 我就把她的眼镜 握在手里头 然后就 拽着眼镜 就进了电影院 她就要她的眼镜 我就不给 然后她就生气 就说我无理取落 然后她就 转着她的眼镜 往地上一身 然后还踩了几脚 然后自己就 气冲冲地就走了 然后撂下我和我的儿子 然后就看电影 我们看完电影以后 我就带着孩子回家了 然后她也没来接我们 这个事情 给我们这中间的感情 也是打击特别大的 那一次 我们要去找一个 一些人去办一些事情 当然以前 我们可能是有过一些 那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都是 我跟我爱人 在红衣之前的事情 只不过是 因为要去求助 后来她就 因为这个事情发现以后 就特别暴怒 我回去以后 抢了我的眼镜 然后不让我戴 然后进电影院以后 还当着 那么安静的那个场合 我毕竟要看电影吧 然后她依然是不看 她说她在等一句道歉 因为我认为 其实我没有 我就解释过以后 我没认为 我自己有错 没错 因为其实在 很久以前 就是两年前吧 我跟我爱人之间 我们俩的手机的密码 都是通用的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我的密码 再也不会再告诉她了 结婚的时候 她把我所有的 微信里面 那个女性朋友 一旦有关系 都给删过一遍 她不允许我有这种 我当时也同意 我认为 我也是像你这个 做这个保证 也希望我们以后 过这生活 没有其他第三者的 这种情况出现 你刚才讲说 在你们俩在一起以后 她是非常敏感于 你和女性的交往的 对吧 你很清楚 她不仅这么说 她也这么做了 用你的话来说 全删除了 那这样的行为 应该给你一个 非常大的警醒 她在这个问题上 很介意 我觉得我是为了孩子 为了她怀孕这个孩子 所以就可以这么做 不告知她 因为是做正常的事情 曾经刘先生 视妻子为女王 对她百依百顺 婚后 刘先生依旧 把女王的头衔 送给了妻子 但女王 在刘先生这里 有了另一层含义 那就是 他认为 妻子像女王般强势 还是个 有着公主病的女王 更是难以相处 面对妻子 不分场合的纠缠 刘先生偏偏就不解释 两人的感情 从此产生了裂痕 张女士 甚至因为情绪不佳 导致身体不适 流产了 孩子现在也流产了 之后 两人虽然都不谈这件事 但内心都有了疙瘩 即便以后 两人又生了一个女儿 可争吵还是不断 每吵一次架 我的情绪都会 一次比一次暴躁 这是因为 我怀孕的时候 我记得了很多的怨气 这个做丈夫 他还不能安抚我 也不能理解我 还给我加码 我觉得我都快爆炸了 常年的压抑 压得张女士喘不过气来 而就在一件 看似很小的事情上 她终于爆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